1月2日,郭德纲发文庆祝旗派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,并在1月19日举行成立庆典演出,看到老郭成为了旗派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一员。 老搭档于谦表示非常的羡慕,并评论道,您已经从喜爱上升到研究了,我也得努力学习,争取加入中国马术协会了。 而老郭也表示您也是旗派,看到老搭档都出来表示祝贺。 不少网友表示,如今谁还敢说郭德纲唱京剧,是毁了京剧。 自从老郭唱京剧之后,可以说网上骂声一片,不是唱京剧一股邦子味,就是老郭唱京剧,就是再毁京剧。 但老郭一直都没有放弃,不但带领着麒麟剧社自负盈亏,还越来越火,特别是去年老郭带领着麒麟剧社没少演出。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市场不行,而是你不行。 除此之外,在去年,郭老师还担任了国内首当京剧类竞技综艺总导演。 郭老师此举也将京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。 总有人说老郭唱京剧是在糟蹋戏曲,但事实却是京剧缺少的不是市场,而是演员自身的问题。 麒麟剧社的火爆程度无不证明老郭是真正懂得观众的需求。 中国这几年我们发现观众明是非董川阳,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,就是你要尊重他。 你随便弄一个什么戏,然后咱们几个人做的物理,互相一鼓励,哎呀真棒,那不管用。 那出门你骗不了人,老百姓是最聪明,人民是最伟大。 无论是相声还是京剧,只有卖的出去票,有人看,才能将传统曲艺更好的传承下去。 能养得起这些演员,才能将京剧发扬光大。 自从麒麟剧社可以自负盈亏之后,老郭在舞台上也下了大力气。 无论是服装方面,还是舞台布置方面,都非常的用心。 讲一下,我一说你明白了,娘娘娘娘,然后,这种方向下了一个云彩,当中站着观音,两边陷三龙女,他们吊着云,都是烟,一根大厂门后边会飞出一只鲜色来,鲜色拖着里面,一直飞着那边偏步里面去,都在这牌子里面,记着啊,不喊三番娘娘娘之后,然后有这个,就打在这个陈琳志。 当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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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说老郭为什么会下这么多功夫在京剧上 可能跟他得经历有关 在老郭早期采访的时候曾说过 为了养家糊口 老郭唱了五年的戏 到地方演出的时候 为了迎合当地观众的口味 也会唱一些地方戏 博取观众的开心 八九年的时候说线实在是不挣钱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我们有个大小班唱了细节 什么河北啊 北京小区啊都快全面了 干了五年 早上起了七点 后面就开始 那一天都八个年 虽然后面相声火了 但他也没有忘记 让他养家糊口的京剧 不但如此 还拜了京剧大师赵林彤老先生 自从老郭拜师以后 在京剧的舞台上 也更加的游刃有余 这是我的话呀 都可以给京相声有余 来个这就 好 摸一身麻油 别 それ 好 从当初养家糊口唱京剧 到成立麒麟巨社自负盈亏 拜师赵林同老先生 再到如今举办京剧类竞技综艺 老郭可以说一步一步将京剧带到大众面前 可能之前还有不少黑粉说 老郭唱京剧是在毁京剧 但如今老郭的京剧一片好评 都纷纷表示 如果再让郭德纲这么霍霍京剧 国粹的出头之日就指日可待了 你们觉得呢